世界十大最猎奇的博物馆 有机会你想去看看吗 不用等以后 今天老黑就带大家一起沉浸式体验一下 这些打破你认知的博物馆 全成高能切勿眨眼 一 蟑螂博物馆 上来就给大家先说一个重口味的 在美国德克萨斯普莱诺 有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性的博物馆 里面收藏的都是各种大大小小 各式各样品种不一的蟑螂 已经死了的会做成标本展示 活得老黑就不展示了 据说其中最出名的一只蟑螂 是一位85岁的老人家捐赠给博物馆的 这只蟑螂居然还穿着白色小斗篷 坐在小钢琴面前 画风真的相当诡异 二 厕所博物馆 奇葩的印度三哥就喜欢干奇葩的事 这座博物馆就开在印度新德里 里面收藏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厕所 有时代久远的便湖 四千多年前的便渠 五花八门的马桶 据说就连维多利亚女王 曾经使用过的 御用镶金边马桶的复制品 都在里面能够找到 虽然都被放在展柜里展出 但总感觉能闻到一股厕所味 这个博物馆 说老黑实在是接手无能 三 头发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位于土耳其 一个叫做阿诺瓦斯的小镇上 里面收藏了一万六千多种头发 且都是出自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女性身上 密密麻麻的挂在墙上 博物馆整体并不大 布置得像一个山洞 再加上内部全部都被头发给布满了 只要你走进这座博物馆 第一眼就得吓一大跳 就像是什么灵异现场的画面一样 但据说还有很多女性慕名而来 特地在这个博物馆留下头发 咱就是说 这要是被不法分子拿头发 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老黑想都不敢想 如果是你 你愿意把自己的头发随便给别人吗 世界上最猎奇的博物馆 四 性博物院 这个博物馆位于美国纽约市 整个博物馆里面展示的 都是跟性有关的东西 像是一些象征着人类繁衍的图腾 一些国家古代的性文化 更夸张的是 还摆放了很多性暗示的器具 和人体的模型等等 另外博物馆里 还有让参观者亲身体验的一些 跟性相关的小道具和小游戏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去参观 而据说 这个博物馆是在2002年开幕的 为了就是将人类 从古至今的性历史给保存下来 我国也有一位性学家刘达林 他在江苏也创建了一座性博物馆 有机会你想去看看吗 五 生殖器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比性博物馆更有 具体位置在冰岛雷克亚卫克 整个博物馆主打的就是阴镜学 博物馆里展示了200多个来自 不同动物或者人类不同年代的雄性生殖器 就连生命鲸鱼 大象 海象的都有 好家伙 这画面老黑都不知道该怎么放 不过除了真实的生殖器以外 还摆放了很多跟生殖器相关的艺术作品 据说这个博物馆的创始人叫 西格索尔 因为小时候亲眼看到了一根公牛的内傻 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于是从小收集这玩意儿 长大就开了这个博物馆 六 酷刑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也相当不简单 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这个地区可是出了名的轰动区 在博物馆里展示的都是 从古至今人类遭受过的各种刑罚 什么绞形断头在里面都算普通的 还有很多你听都没听说过的中世纪刑罚 其中有40多件专门折磨女性的刑具 什么布满钉子的椅子 讨问台等等都完美的还原了出来 只要走进这个博物馆 你就能感受到极其黑暗和邪恶的气氛 不过除了这几个博物馆 还有更猎奇的在后面 世界十大最猎奇的博物馆 其时尚最重口味的穆勒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坐落在美国费城 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都是跟人体相关的标本 比如人体病变的器官 像是这个36斤重的便秘结长 还有这个66斤重的卵巢囊肿 还有这个1斤重的前列线 都让老黑开了眼了 另外博物馆里还有很多人体切片和肢体标本 像是一些机型的婴儿 连体人 139个人体骷髅头等等 就连爱因斯坦的大脑也收藏在这个博物馆里 8.荷兰人体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的外形都是一个巨人 当你走进博物馆内部 能看到里面展示的都是人体的各个器官和部位 虽然都是用科技手段放大出来的 但当你亲眼看到有一个巨大的嘴巴 巨大的心脏等各种器官组织的时候 这画面还是相当恐怖的 有巨物恐惧症的朋友 千万别去 9.间谍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位于美国华盛顿 里面展出了600多个间谍工具 间谍爱好者可以说是狂喜 这600多个间谍工具来自苏联 德国 杰克等世界各国 像是这个红色口红形状的卫星手枪 是苏联克格勃女特工用过的 还有鞋跟窃听器 钮扣相机 手提枪照相机等等 都是出自克格勃 另外还有这个黑色钢笔状的催泪枪 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发明的 另外这个博物馆还给参观者准备了间谍行动的任务 可以说是相当刺激了 是神秘生物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位于美国波特兰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主打隐生动物学的博物馆 里面展示的都是各种你没在现实中见过的大小怪 美人鱼 尼斯湖水怪 圣诞老人等生物的复制品 对神秘生物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有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 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